伏司令 盛小姐 他晚上能跑过来找我 盛小姐 盛小姐 他晚上能跑过来找我 有什么事儿 盛小姐 这是脸红了吗 看起来盛小姐 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 像西方女孩一样开放 副司令你倒是比我想象中的 要开放很多 我 好 其实我想提醒副司令 要是有人偷拍下我们现在这幅画面 恐怕明天北新的报纸头条 就是北新港评审阶段 副司令和女秘书的桃色绯闻了 这是北新 现在还没有人有这个胆子 要不 你试一试 副司令可真会说笑 我很尊重我的婚姻 更是尊重我的工作 我来就是想提醒副司令 你送过来的打字机是坏的 当务之急 还烦请您送一台新的过来 不然我可不能保证完成今天的工作 那是自然 盛小姐你放心 我收拾好就差人给你送过去 有劳了 我超ится的 第三连诇 час 您帮处想нять 抹凸 裴壹 抹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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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他的方案基本上 就放弃了这边海域 大和尚会的方案 是以两山对峙 形成的狭小区为出海口 缩短了通向朝鲜的航线 增强了隐蔽性和防风性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东面和西面 这个方案 它的优势之处就在于 这两边的山石 形成了天然的防波堤 大大的降低了成本 这时候 先抽到 说得确实 我倒是和大家有一些不同的意见 不知道大家考虑到没有 航道的预塞问题 那之前倒是没有人提到过 是 确实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大和商会的提案 选择这一段 作为出海口 我认为不妥 它的两侧是山石 容易引起风化松动 万一导致滑坡 就会造成安全问题 就算没有造成危险 可是 杀石入港 长此以往 必然于极 航道预塞 可以通过疏通之路 山石松动 我们可以加固防范吧 是吧 是啊 就算是 山石松动 我知道 我知道我们会说 山石松动这个事情